警方进入山区搜索 周围全是竹子 要走进去就相当困难 站在最前面带头指路 这名穿着黑色上衣的男子 就是将小孩砌尸 在基隆山区的皇庆父亲 拼金斩鸡 这真的拼金斩鸡 监警带着这名狠心的父亲 前往砌尸地点 还原整个犯案过程 他们会把才三个多月大的小儿子 其实在这里 这名黄庆嫌犯公称 七年前他和小儿子一起在家睡觉 等妻子回家后 发现小儿子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脸部发黑 第一时间两人竟然没有将小孩送医 而是半失了两年 直到离婚后 黄庆嫌犯居然又带着 已经死亡的小儿子 装在行李箱内 到处搬家 最后才把他弃尸在基隆山区 申请案件会以东窗事发 全因为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 新北市教育局发现 南童的户籍在三重区 学龄要入国小就读了 却迟迟没有完成新生报道 警觉有意才向警方报案 该男童涉及新北市三重区 113年5月由家长 透过新生入学线上报道系统 完成报道 8月30日星期五 开学当日未上学 检警事后在台中逮捕 这名31岁的黄姓父亲 征讯后认为他设犯杀人 弃尸等罪 深压获准 至于杨姓生母 则是被限制居住 TVBS新闻告知有网路向新北 采访报道